Hello 大家好 我是Mae 天氣乾燥 我們經常要帶潤手霜在手袋上 然後要幫自己塗手霜 否則很容易 好像我現在這樣 很慘 已經全裂了 因為一旦轉天氣 我這些位置就不知道會裂開 所以經常要補塗手霜 今天介紹的手霜 會是成份天然 素食者都適用 其實我也問過 為什麼會素食者適用 是不是吃的呢 不是的 沒有動物測試 裡面也沒有動物的油 沒有動物的脂肪 最大的特點 跟其他手霜的不同 就是會有前中後調 那些香味 好像香水一樣 香水噴了之後一噴就有第一層味 隔到中間的時候 那些味道又不同 前中後調那麼多種的味道 很多都是為了水果和香草 就是那些草本味 我最喜歡的 我一定要試給大家看 就是這個火龍果白茶 其實火龍果是沒有味的 但是它的前調是什麼呢 火龍果這個前調是白茶 還有梨子香料 塗在這裡 然後中間會有火龍果味 還有橙花味 這個味道我塗完之後 去睡覺我覺得很舒服 我最喜歡的是 它的後調是木質的味道 木質的味道比較中性 還有我平時的香水都比較淡 很多都是有木質調味香水 是白茶味的 而且味道很舒服 不會覺得很人工的味道 它的質地都很快吸收 所以我都比較喜歡用它 而且經常都會聞到自己的陣陣的味道 還有那些香味是會有變化的 現在已經聞到中調了 聞到中調的那種 Citrus的味道 橙花味 聞到橙花味 多一會兒就會聞到木質的香味 還有這個草本味 草本味的草本味 我也很喜歡 這個草本味 帶有一點甜味 我唯有幫我擦 然後給大家形容 這個草本哀哩味 草本味 這個草本哀哩味好 草本味 草本味 但是有一些射香和苦白 這個呢 我覺得它變化是最大的 最後一起和頭皮的味道不同 頭皮很甜 頭皮很甜 之後的味道會有些苦白 還有蛇香味 蛇香就像white musk 那種味道有點粉 很快就隔了一會 士多啤梨味就沒那麼濃 開始塗的時候就馬上聞到士多啤梨味 之後又會有另一種味道 層次也挺多 現在這款已經變成白茶味 這是白茶味 但已經變成了 是花味 中間是花味 等一下就會有我最喜歡的木味 這四種味道都是用冷壓的方式 去處理水果的成分 冷壓 大家聽過吧 我們用來做冷壓果汁 因為你不會用很高速的東西 去榨取裡面的精華 它們的精華就不會被溫度所影響 所以它們的水果味就會變成很自然 很真實 這個給大家護手記住 千萬勤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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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勤